大家好 厌倦了灰色的日常生活吗 远离繁华的城市 你会发现自己在美丽的俄罗斯岛屿上 没有坑的大路将带你前往远东联邦大学猪楼的主口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除了普京总统以外 金正恩还来找我们 每天所有学生都涌向这个主口 远东联邦大学是亚太级区的教育基地 远东研究所称为远东联邦大学的前身 自2012年以来 现代理事一直在持续 今天有二万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 其中许多人是法国人 远东联邦大学是远东 最大的大学 这里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学生和教职院的安全 猪楼是有一个参与大量文学作品的图书馆 它位于两层并实有阅读区 当时图书馆的瑰宝是日本海的景色 配型在配备了最新技术的教室中景星 功能强达的计算机、大屏幕、钥匙、代表机的超博百般 熟识的桌子和椅子可帮助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大学小院内有数个残影场所 您可以在江湖的疫情后放松身心 并享用美味的饭菜 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咖啡厅 除了训练您的大脑之外 您还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飞磁 在远东联邦大学 分配了单独的建筑物 训练场飞于改建筑物中 玩秋场、建设方、抛步机、游泳池等等 要查看小院您无需四处走走 只需查看小院布局几颗 陆迪克欣赏俄罗斯大桥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式的壮丽景色 感谢您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正在等待访问 我们正在等待访问 您是有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词,要教训练 我们只需要再认为